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唯一的選擇 柯文哲 今天宣布正式登記參選之後 是不是也正式宣告藍白河 是走不太可能再實現 第二個你要怎麼想請教一下 因為今天有個最新的事 的時事是賴清德之前要 推出位身份證那如今要喊咖 那可能要全民賠10億 怎麼看 那第一點關於那個 數位身份證是這樣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體 其實數位身份證的推行是 符合世界潮流 事實上在疫情期間 印度13億人口的國家 都已經開始在推數位身份證 所以本來整個國家數位化 就是應該走的方向 那今天只是 我們花10億元 憲政的當前政府的無能 就這樣而已 第二點 關於那個藍白河一直是大家很關心的題目 我倒覺得是這樣 藍白河更重要的 它是一個理念價值的結合才對 都不是全力的分配 所以坦白講一直到現在為止 你知道我都看不到說 有關在講這個概念的人 有沒有去考慮過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跟他合作 他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合作 因為這個如果是 理念價值的不相容 那這要怎麼合作 這樣會流於一種 全力分配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政治固然有他世俗的一面 但是其實政治也有他理想的一面 當然我們是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但是 這不是流於密室政治的全力分配 如果是這樣的話 老百姓也不會自私 主席想跟您請教一下 就是說您未來的對手部分 有可能是侯怡 有可能是郭台銘 也有可能是賴清 賴清的是已經確定了 那在這些人選當中 您怎麼評價您的這些對手分 重點喔 不是說對手怎樣 其實我們要 這一次選舉 其實我有思考過 我們剛剛開玩笑說 計程車司機就是 最好的政治評論員 比那個晚上看的擴音節目 還準確 以前那個計程車司機會怎麼講 他說 想追總統我也是塞街營車 那還不差 但是我發現最近 那態度就不太一樣 這是台灣有總統直選來 第一次台灣人民在思考說 這次要選誰 如果選的不對的話 對國家會產生什麼影響 其實台灣現在是這樣 重點不是說總統候選是誰 重點是誰能夠解決 當前台灣必須面對的問題 理論上 台灣當是美麗之導呼和謀殺 它不可以是世界上 被評為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只要我們去美國 你知道 就發現說 理論上大家認為 不會有戰爭 但是大家還是很擔心 我都在國外的智庫 台灣現在是這樣 不只五缺你知道 到現在連缺工 什麼缺雞蛋 什麼都跑出來 還有這個年金 這個勞 那個勞 那個勞 要破產 種種問題你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要思考的 不是說我們要去評論哪一個候選人 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思考一下 到底誰能夠解決當前台灣的問題 好 下一位 主席想要請教 就是 剛剛您有提到說 因為現在在講藍白河這個概念 其實都沒有講到到底是要怎麼合作 但是國民黨主席朱一倫 他現在其實還是在強調說 關於就是未來總統立委的這個選戰 還是要尊重您的意見 那您怎麼看他這樣說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傳出說好像您九月可能會抽腿 那跟國民黨合作爭這個立院龍頭 怎麼看 第一點我剛才已經對這個藍白已經說明過了 政治固然有他世俗的一面 但是更重要政治也有他理想的一面 所以這種是這樣 如果是理念價值的合作 這當然可以 事實上台灣民眾黨在立法院的表現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不同的議題 只要是對國際民生是有意義的 有好處的 其實我們都跟哪一個黨都可以合作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說為了什麼政黨的利益分配 特別去去求什麼 所以今天是這樣 我再重複一遍 它應當是一個辯論 就是說 因為我們雙方的政治價值 政治理念到底有沒有相中 是不是可以合作 這才是重點 可是一直到現在為止 整個都流於那種 逆勢政治 全力分配 立委席次要怎麼分 我覺得那個是 不符合台灣人民的期望 那你剛才講 拍題目什麼 那個我昨天有看到 王世堅講那個 要賭就賭大一點 賭吞那個曲棍球怎麼樣 你不要每次都隨便講一講就跑掉 這實在是 賭那個吞曲棍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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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等一下 幹什麼 tried 我們可以放幾道 oil 都可以放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